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布蘭園的世界 我是Brian 今天呢,賀德又加入了我們的節目 Here we go again 那今天一樣是賀德準備了一些東西要來給我看 我們要來做個討論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那些有跟動漫聯名過的一些品牌 可能大家對看動漫的一些課堂印象 可能這是什麼不會打扮啊 或是要邋遢一點之類的 一些課堂印象 但其實很多的品牌啊 不管是運動類的或是一些精品的 就有跟一些動畫或是漫畫的作品 有做一些聯名 那我們今天就先來介紹一下 之前很紅的一個系列就是 七龍珠有跟愛達出了一系列的球鞋 那七龍珠裡面最知名的是 它有七顆龍珠嘛 那你只要蒐集完七顆龍珠的話 就可以許願 那神龍就會幫你實現願望 有任何願望也 三個召集完 那 愛達呢 就跟七龍珠合作出了 剛好出了七雙球鞋 然後加一個隱藏版的 我記得 這七雙呢 就會分別是那個 悟空然後佛麗莎 悟飯 沙魯 達爾 普 跟神龍 它最特別的是 它的鞋盒啊 是有設計過的 如果你有足夠的資金的話 你把七雙都買回家 你把鞋盒疊起來 是剛好是一個神龍的圖片 然後上面還有其他的角色 那這幾雙當中你最喜歡哪一雙 如果要以實用性來說的話 我覺得佛麗莎這雙的搭配性還是比較高的 我也是覺得佛麗莎最好看 再來應該是達爾或是沙魯吧 對 而且如果你去扎X看的話 悟空那雙的價錢其實現在還是蠻高的 還是要台幣一萬多塊左右 這麼貴 對對對 就是KID從這邊看得出來就是 七紅珠在美國還是蠻受歡迎的 對 而且這個系列是真的有收藏價值 再來也是愛打 那最近的話 很紅的動畫就是進階的劇人 像現在已經抽到第四季了 就是快完結了 對 那愛打跟一個美國知名的一個 Mind合作跟巨節巨人 也是出了一系列的產品 像是衣服類啊 球鞋還有滑板等等的 它這個Oltra Boost蠻好看的 是它很像有那個 進階巨人骨骼的那種感覺 欸這雙鞋很好看耶 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來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這雙鞋 做出來整體呈現蠻好的 而且比平常的Oltra Boost的配色 是真的有比較好看 不然有的時候動漫聯名 為了要遷就那個主題 有的時候做出來反而有點像 螃蟹或什麼 但這個不會 這個蠻自然的 講到潮流嘛 就是想有些潮牌 像BAP BAP也很常跟那些動漫作品聯名 像七龍珠啊 《火影忍者》然後《航海王》 但它的設計的話就是 都是那種比較偏Q版的人物 然後都是一些 基本的素T或是帽T 然後加上圖案而已 它幾乎都是放在它那個 Baby Milo的系列 所以就是跟那個小猴子放在一起 所以就是都是用比較Q版的方式去呈現 那我是覺得也還蠻可愛的啦 它不只會跟動漫出有時候也會跟一些 rapper做聯名什麼 出一些 可愛版的rapper的T恤 然後 我們上次散步影片有講到 冠狼高手 然後影片有講到說裡面的角色 腳上穿的鞋子啊 都是實際有發售過的 那之前呢 Jordan就真的有跟冠狼高手聯名 出過兩雙鞋子 那大家比較熟悉應該是 櫻木花燥穿過的Jordan 6代 你可以在這雙 聯名的Jordan 6代上面呢 可以看到很多 那些分割裡面的畫面在上面 那些分鏡圖的上面 然後看到鞋盒上也可以看到有漫畫的那個劇情的內容 還蠻有意思的耶 這雙 Supreme 之前也有跟一個 很同的一部動畫 可是有點久了 在當年來說算是 很新潮的一個動畫 叫 阿基拉 然後 那邊就有出了一系列的很多的服裝 像那種工作服 或是一般的那種T恤啊 或是滑板 然後可以從上面去看那些動畫元素 其實這個漫畫 因為他真的很久了 這個動畫我自己也沒有看過 我第一次知道這個漫畫就是 他跟Supreme做聯名的時候 也是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這個Akira在那個美國的世界 也是這麼的轟動 然後這麼有的影響力 因為在他出的時候呢 美國很多論壇都在討論 就說 他們等這個聯名已經等很久了 然後包括裡面所出的那個 一些滑板啊 有那個類似爆炸的那種 圓形爆炸的那些圖案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非常的喜歡 所以我會覺得 哇 這些動漫的力量真是不容小覷 有一個美國的品牌叫 S-Larg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他也是跟很多動畫作品有聯名過 而且都蠻新的 也有些經典更新的 像新的話可能就 《東京復仇者》 然後《我的英雄學院》 像《鋼彈》他也有聯名過 比較經典的話像是 《頭昏之地》或《犬夜叉》之類的 還有《死亡筆記本》 對 他們的聯名真的是 各種的風格都有耶 對 而且連《東京復仇者》都有這麼新的 真的是蠻酷的 講到動漫 就是想說日本 日本的話呢 像大家熟悉的 《雲彈》 那《雲彈》就 真的很常跟那些 當下那些 知名的動畫去聯名 像 他有跟《鬼滅之刃》 《咒術迴戰》 或是之前那個 《少年Jump》合作 那 雲彈就會出現很多一些 手機的名場面 在衣服上面 然後 可能還是 稍微的 怎麼講 就是 有點宅啦 對 就是 如果要做搭配可能還是 有點困難 對 其實 宅跟潮流 真的只有一線之隔 比如說潮流人是 在玩公仔玩具 但是宅的人也是在玩公仔玩具 所以 其實有的時候就是 那中間那一條線 踩過去就變宅 踩過來就變潮流 就是要抓得非常的準 所以在做這些 動漫的聯名的服飾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品牌方都要特別注意 因為真的就是 你跨錯的那條線 就變成 宅男類的衣服了 那如果你設計的夠帥 那他就變得很吵 然後畫面上我看到 你就是放 《丹妮·奧詢》 跟皮卡丘 跟 UNIQLO的三方聯名 所以說 這個系列就是 他們把一些神奇寶貝 比如說 超夢 皮卡丘 等等的 丹妮·奧詢是個藝術家 然後他把他做了這個 石化 或是水晶化之後 做出了一種 新的形象的寶可夢 然後 這次跟UNIQLO的聯名 就是他們把這個 水晶化的神奇寶貝 放上去做T恤 然後 像會跟動漫聯名的 不只是一些那種 運動品牌 或是一些草販 像精品類的 也有聯名過 像ROEWE 他就有跟 宮崎駿的兩部作品 大家比較熟知的 龍貓跟 神影少女 我覺得龍貓那個系列的服裝 就 設計感 稍微比較 普通 很像 你去那種 怎麼講 宮崎駿的那種 周邊的商品店 可以買到的服飾 對 尤其他的包包什麼 歷史 他就是把很多場景 什麼印上去 對 我就很懷疑 因為ROEWE算蠻貴的品牌 我就懷疑 有沒有人真的會花這麼多的錢 去買這樣子的包包 那一定就是要是 那個宮崎駿的超級粉絲 加上是這個品牌的超級粉絲 才會買單 所以 當初我在報紙上看到這個系列的時候 其實 我是自己覺得蠻怪的 然後我跟身邊的一些 女生朋友聊 問 蠻多人他們都覺得還好 只有一兩個 對宮崎駿的動畫 特別特別 就是 喜歡的人才有感覺 這樣子 然後 這個是神影少女的系列 可是我覺得 神影少女的系列就 比龍貓那系列來講的話 就 我覺得就比較好一點 像這個外套 這個羊毛外套 然後還有 神影少女的那個 無臉男 其實那個無臉男 就蠻適合拿來做 衣服的 因為那個 無臉男就是有一點點 英語有一點恐怖的感覺 所以 就很符合 可能 時尚或是潮流 可以營造出來的氛圍 這樣子 而且這個系列的 顏色也用比較活潑 這件皮外套 無臉男 哇 這件很帥 對 他有出一件 皮外套 我覺得 大家可以 有機會可以去看看 蠻好看的 對 這件皮外套真的蠻好看的 但 很貴 21萬 對 對 非常非常的貴 但是真的是好看的啦 我們就 先不管價格 只講好看不好看的話 這個真的是蠻好看的 然後 講到動畫 就會講到一個 知名的 也是算很久以前的動畫 然後叫那個 新世紀福音戰士 那 新世紀福音戰士講什麼呢 其實我也 講不太清楚 因為這部動畫其實 蠻複雜的 對 想要知道的話可以看老高的影片 對 他很多暗譽啊 什麼的 就 每個人看的話 他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每個人有他自己的看法 這個部動畫呢 也很常跟很多的衣服品牌合作 像去年還前年的話 有跟那個 知名的那個日牌 Undercover合作 他有出了一系列 跟福音戰士有關的服飾 像是有類似那種 毛衣啊 或是 羽絨外套之類的 我覺得裡面 比較有趣的是 他有出那個 福音戰士角色的頭套 但 這個能不能買到 我就不確定了 只是裡面那些 羽絨外套 我覺得是 看來是蠻帥的啊 可是 買回來要怎麼搭配 也是個困難的地方 對 我也覺得像 紫色綠色的這個蠻難搭 但黃色白色 跟黃色紅色就 還可以搭 就是其實 你不要把拉鍊中間拉起來 你就這樣打開 就還蠻像一般好看的羽絨外套這樣 福音 新世界福音戰士的這個 顏色的搭配 像這種比較高端的品牌 就是可能跟那種 UNEKO的不一樣 就是只是把那種 可能圖片 稍微改一下就放上去 他們都是會有經過一些 重新設計的 會有加上服裝那些 他們自己的剪裁 然後把那些圖案放上去 那 福音戰士也有跟那個 三本鑰匙 就是那個 YOUJI YAMA MODO 大家比較熟知的話 可能是 他們的那個Y3 那 它 旗下有個支線叫 GRANDWIDE 那 它有跟他們聯名 也是有出了一系列的服飾 大家熟知那種 三本鑰匙的設計就是 黑色元素 那它就很多那種 大衣或襯衫類 他們會將那些 裡面的角色 再重新稍微設計 放他們的衣服上面 我覺得 這系列的衣服都 其實還蠻帥的 而且他們形象照片 弄得非常的好 這系列真的是 蠻帥的 第一次看到 剛剛講那個 那個GRANDWIDE支線 也有跟 鬼滅合作 也是最近的合作法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下 但有沒有出我還不確定 對 對 但就是 可能價格會比較高一點 對 那麼以上呢 就是 這一次賀德幫我們準備的動漫 跟潮牌 或是精品 聯名的一些東西 那 其實大家可以就是 按讚按錢 然後好好的看完這支影片 因為賀德花了非常多時間 跟精神去整理這些資料 然後真的是 謝謝他 然後 謝謝你 然後你們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一下就是 還有什麼動漫跟一些品牌的聯名 是你們非常喜歡的 其實 類似的主題我之前有做過 我介紹了很多 比如說 New Era 然後跟 皮卡丘等等的聯名 那 我之前介紹的其實都是 聯名出來的東西比較幼稚 比較像 宅男或小朋友會喜歡的 但 這次賀德讓我們看到了 非常多不一樣的一些時裝跟動漫的搭配 那其實有一些搭配上 其實穿起來是非常帥的 可能沒看過那個動漫的人 都會想要去購買 那我覺得 這個呢 才是真正達到那個聯名的意義 好 那謝謝你們收看這集的節目 我們下次見 拜拜 BUT I DIDN'T LIKE THEIR WAY HAD TO FIGHT AND MISBEHAVE HAD TO FIND A WAY TO CHANGE HAD TO LEAVE TO FIND MY WAY